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们在雅典为大家现场介绍的 本届奥运会男子单打的进入前八名的比赛 大家看到的是非常熟悉的中国选手马林 和瑞典老将有长青素之称的瓦尔德内尔 他们胜着将进入前八名 那现在从整个形势来看呢 他们是争夺最后一个前八名的位置 那么在排序上呢 第一个前八名的位置是已经王丽琴战胜了朱世贺4比1 高丽泽战胜了佩尔森 庄志淹战胜了吴尚银 王浩战胜了一个郭明佳的选手林区 然后柳成敏战胜了蒋鹏龙 梁祝恩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波尔战胜了施拉格 那么这场比赛胜者将进入前八名 和波尔来争夺前四名 现在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一上来双方展开了对拉 马林气势还是不错 现在场上比分是1-0 马林侧身把球拉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娃尔格尼尔他表现得很松起 这也是比赛的经验 因为在平方球比赛里面 如果身体能够松下来的话 那么很多球就容易处理好 如果身体硬 那这个球就不太好打 现在场上比分是2-1 马尔格尼尔发球 比赛一开始 那这个火药味就比较浓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前八 进入前八以后 将和波尔和施拉格的胜者 来争夺前四 所以这个小区里头 都是比较硬的 马尔德内尔一直是 中国队的一个主要对手 他的主要特点是 在关键性的大赛中 他发挥的往往是能够超水平发挥 经验十分丰富 有游击队长支撑 他比马林是大了整整15岁 马林是今年24岁 瓦尔格尼尔是1965年出生 今年39岁 也就是在马林刚刚9岁的时候 瓦尔格尼尔就已经获得了 1989年的世界锦标赛的 男子单打的冠军 现在比赛刚开始 双方一上来 都是积极主动进行抢攻 现在瓦尔格尼尔把球拉起来 马林出击他一个正手 马林今天士气很盛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4 现在马林发球 瓦尔格尼尔经验很丰富 特别在发接发的环节上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一个是比较松弛 一个是比较镇定 在接发球的时候方法比较多 另外他封线路 马林拉他正手的时候 他退到后边 容易式的封这个线路 好球 刘伟良获得了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冠军 好的 冲中 马尔格尼尔是1992年 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冠军 孔宁辉是2000年 悉尼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这个2004年的雅典的冠军 究竟马林能不能拿到 这场球也很关键 因为马尔格尼尔经验非常的丰富 现在场上比分是7比5 马尔格尼尔经验2分 刚才是用了一个广接 好像要侧身弓 然后撇一板 这也是瓦尔格尼尔的特点 他的揭发球的花样很多 7比6 白短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前三板技术非常的过硬 不仅不吃发球 而且控制的非常短 然后上手的时候呢 球出手很急 而且往往是直线 现在场上比分是7平 这是个机会球没有打到 现在中国队的没有比赛的选手都坐在下面给马林加油 7比8 马尔格尼尔发球 高跑球 马尔格尼尔一般是在大赛的时候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另外到场上以后呢 他这个打球算计的比较好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8 那这是个运气球擦边了 现在马林落后一分 阿尔格尼尔看来是对马林那个球啊 严重的比较透 特别是马林正手上手的时候 威胁是相当大的 但是对马尔格尼尔现在没有太大的效果 他往往是退后一步 然后把球封回去 紧接着就形成了反手 来攻击马林的反手 现在场上比分10比8 往等点发球 自杀一个 9比10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9 这是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漂亮 这个球 这个球主要是打的角度 采取了拉球的侧步 拉出侧不先销 来加大这个角度 而且增加了保险系数 这样马尔格尼尔在第一局比赛中呢 就取得了胜利 应该说在第一局比赛中 马林发挥还是不错的 而且士气比较旺盛 但是从经验上来看 阿瓦尔德尼尔呢 对马林的这个球啊 看来是有研究 而且吃的比较透 最后一个球是偷袭了马林的正手 第一局呢 是相差2分 11比9 瓦尔德尔尔先胜 从这次男子弹打呢 可以说是群雄并起 现在呢 已经进入前八名的选手 前面是王立琴 他是战胜了朱世贺 然后中国香港的高丽泽 战胜了瑞典的佩尔森4比1 中国台北的庄志渊 战胜了韩国的吴尚银4比2 然后中国的王浩 战胜了多米尼加的一个 也是前中国的一个运动员 叫林举 然后呢就是柳成敏4比3 战胜了中国台北的蒋平龙 中国香港的梁祝恩 是4比3击败了萨姆索诺夫 这也是爆了个冷门 然后呢是德国的波尔 战胜了老将施拉格 也是4比3打得很艰苦 第7局是11比6 那么现在呢 就这场比赛的胜者 将和波尔来争夺前四名 白短 拉起来斜线 我们看到今天 瓦尔格尼封马林的斜线 封得非常好 很有准备 一般的来讲呢 马林 他的攻击性是非常大的 出手快 不好防 但是瓦尔格尼尔今天的防守 解决得非常好 切一般 这个也有所变化 就是瓦尔格尼尔 现在比较注意赢钱 过去打球呢 往往他是退的后头比较多 但是今天大家可以注意 经常是一些赢钱的球 所以这也表现了 这个老将经验比较丰富 再一个对奥运会 他很重视 所以往往呢 能够打出很多超水冰球 又防了一个 所以这就是经验 看一看这个运动员 他就知道他出手 往哪儿出 然后防的时候去怎么防 马林这个球 接发球接的不好 在第一局呢 马林是9比11落后 输了 那么第二局 现在又是1比5落后 形势呢 不是很有力 球发的有点长 马林在那儿呢 这个球啊 他打得很贼 大家看他拉球 他一般加一个往侧走 就是摩擦球的侧骨 这样出来以后呢 球是侧拐无限 现在1比6 好的 马尔登尼吃了一个罚球 现在马林必须要抓住自己发球这个环节 好球 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3 马尔登尼领先3分 这是第二局 现在马林这个路子非常对 就是控制组短球以后呢 抢在前面 上手抢了 但是马尔登尼呢 肯定是多变 马上他就要采取变化 所以马林要注意 你看 接发球又是侧撇 侧身晃完了以后 直接撇一板 今天马尔登尼运气不错 几个擦了 擦边 4比7 马林发球 又封住正手了 今天他把马林的一个线路啊 封得很死 基本也是采取从正手突破 就是给马林的正手 马林的上手以后呢 直线可能性很小 所以拉斜线 一拉斜线 马尔登尼就封住这条斜线 很久没有看到老瓦 这个这么漂亮的球了 今天呢 确实他发挥的非常出色 马尔登尼常常是在大赛里边 表现的非常好 比如说在悉尼奥运会的时候 他当时的水平可以说已经有所下降 但是呢 在奥运会的时候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结果在决赛中输给了孔宁辉 获得了亚军 现在6比9 马林发球 这样打对马林很不利 因为瓦尔德尼首先上手以后就形成相持 形成相持以后 马林是反手一面 而瓦尔德尼是两面 现在基本上瓦尔德尼把马林的这个侧身 这把冲给控制住了 现在9比7 偷正手 在马林9岁的时候 瓦尔德尼已经获得了世界冠军 这是89年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漂亮 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 白短以后侧身抢冲 马林成功的关键 就是必须要发挥自己首先上手 抢冲 如果瓦尔德尼要把马林控制住了 这就非常困难 因为瓦尔德尼现在主要是从正手突破 从马林的正手突破 然后封斜线 形成相持以后控制马林 现在反手马林还是相对比较弱 如果测不了身的话 用反手推挡 和瓦尔德尼对反手 是吃亏的 今天热点的很多拉拉队也在给瓦尔德尼加油 到了现场 漂亮 这时候就看经验了 瓦尔德尼肯定要发挥强攻 马林要控制好发球 结果没有控制好 这样轮到马林发球了 瓦尔德尼肯定的首先要想法调起来 或者是摆转 马林要注意这板球 这个质量要有 要抢先上手 大家看又是侧身晃撇 采取了这种技术 控制了马林的侧身抢拉 然后马林被迫 直板横拉起来 被瓦尔德尼杀了个直线 这样第二局的比赛就结束了 现在瓦尔德尼在前两局是以2比0暂时领先 形势对马林非常不利 那现在从前两局的情况来看 我们觉得主要虽然是差了两分 但是主要在关键球的处理上 瓦尔德尼还是很有经验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各位观众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 雅典奥运会的乒乓球 争夺男子前8名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 将和波尔来争夺前4名 在此前呢 波尔是战胜了奥地利的 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施拉格 在另外的一场比赛中呢 中国香港选手梁卓恩 是淘汰了萨姆索诺夫 也进入了前8名 观众朋友 现在瓦尔德尼前两局是2比0领先 现在进行第三局的比赛 首先有马林发球 马尔德尼还是采取 从正手突破 基本是送马林的正手 参往重发 大家看到他接发球的时候呢 采取这种侧身 像进攻一样晃一下 然后撇到马林的反手 马林的不敢测 通过这个方法 今天呢是瓦尔德尼前面领先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又去了 还是压反手 又到正手了 所以今天呢 瓦尔德尼比较成功的运用了 就是牵制马林的正手 控制马林的反手 破坏马林的侧身抢拉的这板致命的杀伤 然后采取这种游击的战术 到目前为止呢 他发球偷袭马林的正手已经有三次 漂亮 马林这个反拉非常好 现在马林二比三落后 现在马林的正手啊 基本是斜线 所以瓦尔德尼已经掌握了规律 从一开始 一上来的话 就采取了封正手的办法 现在四边 好球 直板红拉 4比3 又一个擦边 今天瓦尔德尼尔运气也确实是好 现在3比5马林发球 直板横拉起来 形成对拉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5 所以现在呢 这关键是破了马林的发球 所以马林在发球的一轮次上抢不了 一发球 瓦尔德尼尔側身一撇到他的反手 他不敢动 然后紧接着起来以后 瓦尔德尼尔就拿反手的横板 反手就推住他的反手 然后 好球 所以关键马林呢 怎么样摆脱这个问题 这是揭发球直接抢冲 现在马林把比分追成了平局 现在6比6 但是前两局呢 马林呢 都是输了 都是以两分之差输掉的 这一局马林必须要抓的机会赶回 否则的话 0比3落后 这个球就不好打了 好的 马林现在也改变了一些战术 如果老是发瓦尔德尼尔的反手 看来是他这个侧身撇接 对马林的威胁很大 现在去正手短球 效果很好 所以平方球比赛就要变化 一旦不行了的话就要变 不能总是一个方法 即使有效 你多了他就没效了 这几球马林是找到感觉了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正常情况下的马林 他是抢得很凶 插网重发 看瓦尔德尼尔这个手上他有细活 一般在接入球一瞬间的时候 他有时候抖一下子 有时候稍微用点力 他都不一样 这就是经验 所以马林的失误就明显增加 现在马林以10比7领先 这几个球在前三板上 马林是占据了主动 控制住了巴尔德尼尔 好球 这样马林在第三局里边就以11比7取得了胜利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四局的比赛 从马林的优势呢 就是他的这个前三板 尤其是白短 搓长 侧身抢冲 纸板横拉 这是他的优势 那作为瓦尔德尼尔的优势呢 就是他的这个前三板 发球发得非常好 变化非常多 经验丰富 相持能力呢 也比较强 另外呢 就是有魄力敢打 到关键时候能够出奇 好观众朋友 现在对马林来讲呢 已经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因为这一局呢 非常的关键 如果马林赢了 就能追成2比2 胜的几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如果输掉的话 1比3要想翻盘 就比较困难 对马林来讲呢 必须要多动脑筋 因为瓦尔德尼尔呢 是有游击队长支撑 他会经常的变化 这个球现在马林呢 没有办法 就是瓦尔德尼尔到了 马林的正手 马林现在没有直线 都是斜线 所以瓦尔德尼尔 吃准了这个球了 现在开局又是不利 瓦尔德尼尔发球2分得分 这球马林发的很转 瓦尔德尼尔准备摆短失误了 1比2 马林落后1分 又是斜线 你看这个球就封住了 基本上 马林的这个球 一般人来讲很难挡住 但是瓦尔德尼尔今天 从一开始 从第一局开始 就封得非常成功 这说明他早有研究 而且有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尝尝比分是3比2 可以看到瓦尔德尔打球 他很轻松 他能够 一般的来讲 如果单纯的给他一个 打球的这个镜头的话 你可能会感觉不到是奥运会 一般的运动员都非常紧 很兴奋 大家可以看他保持的很冷静 而且很随意 打球呢 很轻松 游刃有余的那种感觉 现在场上比分2比5 今天呢瓦尔德尼尔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薄杀 今天的这个球啊 他一般的时候呢 都是年岁大的人啊 都是打得比较稳 靠无畏失误少 今天呢 他往往是赢前 打出一些高质量的球 现在马林还要加油 马林是中国乒乓队的拼命三郎 他的拼劲十足 漂亮 现在相持起来没有优势 相持起来以后呢 瓦尔德尔对马林的线路 封得很死 再加上前三板比较好 马林第一板质量 没有完全出来 所以这样呢 瓦尔德尔现在呢 还是在实际上在操控的比赛 你看瓦尔德尔这次测身 一晃的话不撇了 突然一挑挑直线 所以他这个变化很多 现在3比8 这是个机会球 这是个机会球 这样呢 马林就非常被动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9 所以他对今天马林啊 对这个线路啊 他吃得非常透 现在马林发球 好的 偷袭瓦尔德尔的一个反手 但是这局呢落后太多了 已经晚了 恐怕这局要想翻 不容易了 现在瓦尔德尔在第4局比赛中 就以11比5 又取得了胜利 那今天你看瑞典呢 很多的这个观众啊 都到了这个乒乓球馆 专门为瓦尔德尔加油 他也是瑞典的一个希望 那么作为中国队来讲呢 这次男子单打 有马林 有王立琴 有王浩 所以三个人 他应该说呢 对这个冠军的这个冲击能力啊 要相对强得多 但是每一个人啊 都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王立琴呢 是以4比1过了朱师赫这一关 高里泽 中国香港的高里泽呢 是战胜了佩尔森 中国香港的另一个队员 梁祝恩 是拼下了萨姆索诺夫 也是4比3 所以在前八名里头 现在目前呢 有两位 是中国香港的运动员 中国台北的装备员 是战胜了韩国选手 吴尚银 韩国选手柳成敏 是战胜了中国台北的蒋鹏龙 另外就是德国的波尔 战胜了奥地利的 世界冠军 施拉格 梁祝恩呢 是4比3 险胜萨姆索诺夫 这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冷门 这样呢 这场比赛的胜者 将和波尔来争夺前四名 王立琴下一个对手是高里泽 庄志渊和中国的王浩 来争夺另一个前四 然后呢 香港的梁祝恩和柳成敏 争夺一个前四名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五局的比赛 前四局呢 瓦尔德尼尔是3比1领先 今天马林在场上 整个表现的还是非常的兴奋 但是确确实实 瓦尔德尼尔的这个经验啊 尤其是揭发球的这个侧撇 给马林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旦控制住马林的侧身以后 瓦尔德尼尔一方面可以侧身抢攻 也可以用反手像刚才这样 直接拉起来 拉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两面打马林的一面 另外今天呢 就是瓦尔德尼尔呢 特别注意了从马林的正手突破 当马林一上斜线的时候 他就反了 又到正手了 好球 现在马林这个开局不错 现在以3比1领先 你看这个球啊 瓦尔德尼尔就是属于经验 他反手压到对方反手 他知道你变不了直线 现在3比2 漂亮 那结果这个球没有打到 这样瓦尔德尼尔现在把比分又追成了3平 如果这一段呢 马林不能把比分拉开 打到这个8平9平 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瓦尔德尼尔也发球失误了一个 发擦网 3比4 偷袭正手 今天这个球的牵制作用也很大 偷袭完正手以后 那马林呢就有顾虑不敢侧身 这时候瓦尔德尔的球就跑到反手去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4 看看马林这两个发球 高跑球短的 马林反手是刚才采取了一板切 这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球 那么横板的这个反手的侧切啊 也是瓦尔德尼尔最先用的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 好的 那这一球马林打得非常好 4比6 又偷袭正手 马尔德尼尔的线路比较活 你看他到正手以后 角度很大的时候 他可以拉斜线也可以拉直线 而且他做好准备以后呢 就是反拉 反拉到马林的正手 马林扑上去以后 紧接着拉一个直线到反手 这样马林就没办法 就出高球 漂亮 所以现在马林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侧身抢拉 不管想什么办法 一定要创造出侧身抢拉的机会 否则的话呢 让瓦尔德尼尔这样先上手 肯定是被动的 又来了 你看这就是经验 胆子非常大 一看你大概是发这 先就脚底下就开始动了 好球 这段马林的球威胁很大 而且命中率很高 现在瓦尔德尼尔以6比8 6比8落后两分 现在瓦尔德尼尔落后三分 但是他领先两局 在前四局 他是3比1 暂时领先 现在进行第五局 这是马林吃发球了 原因就是说 他经常偷袭马林的正手 所以造成了马林不敢侧身 这时候球就到了反手 只能搓一搓就高了 马林测不了身的话呢 这时候双方形成了反手斜线的对阵 这样呢 瓦尔德尼尔反手就可以拉 现在对马林来讲 形势已经很不利 因为前面的这个比赛呢 瓦尔德尼尔是处在领先 拉直线 再给斜线 双方的球路都非常刁钻 大家看到现在是第五局 前四局呢 瓦尔德尼尔是3比1领先 第五局到了8比9 所以对马林来讲 已经没有退路了 那瓦尔德尼尔呢 现在他还有两局垫点 就再输两局 还能打结盛局 看马林能不能在这种 被动的情况下 起死回生 现在比赛继续进行 马林是9比8领先一分 这个发球要用好 哎呀 这球瓦尔德尼尔接得非常好 没有出台 马林刚要上手 发现这球很短 再回来一戳的时候 这个球失误了 这样现在是两个瓦尔德尼尔两次发球 到马林的反手 结果白短 没有过 对马林是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 手不能软 吃成响了 结果这球没有拉到 这样瓦尔德尼尔就以11比9 又取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这样39岁的瓦尔德尼尔 在89年 就曾经获得了世界冠军 那么今天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 再次发威 淘汰了最有希望获得冠军的马林 那今天的马林应该说 从整场比赛来看 表现的气势还是非常不错 只是说呢 在经验上 没有瓦尔德尼尔丰富 被瓦尔德尼尔呢 破坏了马林的这个侧身墙 通过偷袭直线正手 牵制反手的办法 所以瓦尔德尼尔看来 确实是一个游击队长 尤其他的发球和揭发球的前三板 确确实实呢 非常的高深 很值得世界的运动员向他学习 我们看到了瓦尔德尼尔也个人也非常激动 确实呢 作为一个年近40岁的老将 能够驰骋平坦20几年 很不容易 马林呢 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讲 应该说也是 一个应该很好的总结 就是在经验方面 在这个变化方面 还要加强 一旦呢自己的特长被对方限制住以后 怎么样能够 有所突破 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目前呢 中国队的王立琴战胜了朱世贺 已经进入前八 王浩是战胜了 多米尼加的邻居 也进入了前八 那么中国队的还有两年战将 我们希望呢 这个王浩能够顺利的过 中国台北庄志渊这一关 王立琴能够过高丽泽这一关 但是对中国队不利的呢 就是王立琴和王浩都是在上半区 所以一旦两个人赢了以后呢 也要是刷掉一个 那么在下半区呢 就是韩国的柳成敏 中国香港的梁祖恩的胜者 将和波尔和瓦尔德纳的胜者 来争夺 另外一个决赛权 好观众朋友 奥运会争夺男子前八名的 单打比赛呢 就为大家介绍 这里是由蔡萌解说的 各位观众再见 那么在这两天的比赛当中的 中国的一些 也要